新歌《以孤獨命名》就歌如其名 就是描述孤獨的一首歌 以及描述孤獨的旋律 以往寫的歌如果是偏向melodic 或帶點淡淡的哀傷的話 我都會選擇用鋼琴去寫 但這次就用了結他去寫 這次的成品編曲也圍繞當初寫這首歌的主要感覺 今年的故事第一章是《Lost at First Sight》 形容大家那種一見鍾情 初初由陌生人然後一眼就認定很想和對方發展的感覺 去到第二章《Thank You Postman》就是大家身在異地 但依然是有同一夥心去維持好這段關係 第三章關係就已經出現了問題 變成兩個個體 這次MV的內容其實是好像 這些情侶分手都會重遊舊地 然後幻想當初和他在這個地方做過什麼的時刻 尋找當初的一些足跡 又或者尋找當初的美好的回憶和感覺 但是有時候即使事與地都一樣 但是人物已經不在你身邊的時候 其實所有東西都不同了 意義已經不同了 故事內容 演唱會的籌備現在都進展順利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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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